2017年ChineseFN.com 美股网红达人全美巡回见面会 第三站已经确定 前进加拿大温哥华 10月28号温哥华华人区 Richmond市中心 温哥华机场喜来登酒店 下午1点 沃尔王重磅预测 NASDAQ大牛市即将开始 Jason An教你三天如何获利6万 来就送见面里 沃尔王39页投资圣经 88枚CBDB 报名电话1800958 8561 官网ChineseFN.com 微信沃尔王2016 会后还有VIP专属 机位酒会 ChineseF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还是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美股的走势 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大盘 今天的话 大盘跟前两天的趋势 是比较一致的 基本上还是低开之后 盘中的窄幅震荡 但是在尾盘出现了一个明显幅度的拉升 标普和纳斯达克 还有这三大指数 在早盘时候都因为苹果的下跌 受到了一个比较重的影响 三大指数七指都在盘前的大幅小幅度走弱 然后整个指数小幅低开 随后在盘中是经历了过一定的震荡 标普是在2497点左右 获得了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随后在尾盘时候 市场则是乐观情绪的恢复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上扬 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比较罕见的 因为在周末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市场都有一个避险情绪 所以说通常是先上涨 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但这一次偏偏是反期到而行之 在尾盘突然出现一个拉升 这个我想其中意外还是比较值得深究的 另外从今天的板块来看 因为苹果重挫 就是说科技板块走势上的整体上比较弱 我们在之后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之后科技板块走势 还有可能会因为苹果和Facebook 谷歌等其他成分5的走势而持续下跌 但萨克指数表现也将会弱于其他两大指数 这个是我们之后对于盘面的一个预期了 除了苹果之外 我们还要看一下今天经济数据 今天经济数据不多 但是这个数据却表现得很有意思 PMI综合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个指数从指数整体数据来看的话 是比市场预期稍弱一些 但是制造业居然和市场预期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是让人有点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在9月份的头两周 可以说是美国连续遭受了两场飓风的打击 按理说佛罗里达州跟德萨斯州 两个州的生产制造业应该是都有一定的停滞的 但偏偏是其他州的这个强势 尤其像昨天费城的这样一个数据大幅走强 把这一块给弥补起来 之后这个数据可能还有一定程度会发生变化 但是美国制造业整体走强的趋势暂时不会改变 因此从盘面上来说的话 走势还比较不错 另外我们要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波动 板块的话 今天除了科技板块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苹果脱了点走弱之外 能源和工业这两个板块走的都比较强 我们来看到板块的这样一个排序 从这上面看的话 能源和工业他们的排序涨幅是前两名的 而且尤其是国防工业 在这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地缘政治局是紧张 所以说国防工业是一马当先 从这个国防工业的涨幅也能够看到 现在市场里头存在着一定的地缘政治风险 尤其是朝鲜在昨天还表明了 可能要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清淡实验 这样的话 这周末我们重点关注的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信息了 此外我们要看一下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话 本来在美元处加息之后 黄金将会走得非常的弱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黄金的图形 黄金很难走强 在日线上 它已经是破掉前期的阻力位 现在在武山均线处寻找支撑了 但是得益于朝鲜这样一个表态 在今天尾盘最后一个要收盘的时间 它成功收复了1300点 如果说这周周末 朝鲜真的采取什么行动的话 黄金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一个上涨的趋势 这个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则是原油 原油今天这个走势 真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早盘的时候 本来美元指数走得相对较强 但是在盘前冲高回落 结果油价还是处在高位窄幅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里面 结果后面 在这个随后 英国方面的表态导致美元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回暖之后 那么就导致油价出现了一定幅度下挫 那么在这个效应过去以后 油价再度上涨 通过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这么一个折腾 我们基本上是能够确认 油价是站稳在50美元以上 只是现在需要有一个契机让你油价去上供供到55美元附近这个位置 或者说打破之前的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阻力位 最后我们要看一看个股 个股的话 今天我想提一提这个指数基金 就是IBB IBB的话 这方面显示出来的 它的有一个情况是这样 在日线上 它已经呈现了一定幅度的疲态 如果不是今天盘中 这国会议员麦凯恩宣布的不支持这个废除奥巴马的意盖方案的话 可能今天IBB就会直接打破20天军线 这样的话就会让IBB进入一个下跌趋势 但现在麦凯恩的表态的短线上似乎改变了这样一个态势 就是说下周这个将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股票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消息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